快位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6萬大獎 前方洗車機車輛緩緩向前 但是好像哪裡怪怪的 不是應該挺好好的嗎 怎麼會倒車燈是亮的 他是在打倒車檔 他要一直進去 我怕他等一下衝出來 洗車機上陡大的打N檔 對駕駛而言似乎看不見 連後方的洗車工都站得老遠 怕他等一下衝出來 有些客人就是這樣 就一直跟他講一聲 他還是不知道怎樣 這兩人還在擔憂的時候 這輛車竟然像穿越叢林一樣 一路倒車衝了出來 洗車工趕緊指揮 後方的車輛倒退 兩車差一點親密接觸 影片波網大家紛紛調侃 這輛車是想洗兩次嗎 也不該這樣吧 其實洗車場有一定的流程 跟注意事項 最重要的是收天線跟打空檔 讓車輛自動前進 也不要踩煞車或是不要拉手煞車 如果稍有不注意 去年11月洗車工被撞死的意外 難保不再重演 從啟動到結束 雖然短短一分鐘 但過程中車內的駕駛安全 完全交給機器 駕駛也很難看見車外的狀況 電影《絕命終結戰》 更誇張的描繪 只要一點小故障 只有可能讓車內的駕駛送命 如今機器洗車雖然少見 但如果粗心大意 還是有可能置自己跟旁人 在危險之中 記得關鍵要成績跟台北報導